今年9月下旬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中国维权诉讼 法律和政改的研讨会上 来自中国大陆的多名维权律师 人权学者 还有公共知识分子们 他们热烈讨论了当前中国人民的维权状况 以及法律司法等现状 那么对于中共控制舆论 不愿走民主道路的问题 与会者是纷纷提出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亲身经历 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因曝光重庆市北北区中共党委书记雷正复淫乱视频 而在中国成为公众人物的调查记者朱瑞峰 参加了9月27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研讨会 他在会上表示 中共严厉控制中国的舆论 他在调查处理中共官员的腐败丑闻过程 经常受到匿名恐吓 因为在我们中国 这个宣传道道是有规律的 如果你做了深度的报道 说了真话 那么你这个早见可能发出去 特别是中国宣传部门有些规定 你就是处级上的干部 不办问题是不应该做到的 土地问题 拆迁问题 说说这么多年 我一路走来走了已经7年了 我们一直在坚持 虽然我们是一间网不但受到公伤 平地和工作 我们一直在战斗 朱瑞峰2006年创办人民监督网 2007年在香港注册 去年11月 因为揭露中共重庆北北区委书记雷正复的性丑闻 包括21名重庆市厅级以上高官 而获得公众高度关注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报道了震惊全世界的一个案件 就是重庆北北区委书记雷正复先生的性癌视频 这个视频是一个敲诈团伙对反共军这些机关 利用性汇入的一种方法 拍下一个视频 然后获得一些工程 可能进行一些敲诈的活动 所以说这里面设计了20多位官员 雷正复淫乱视频公开仅三天 中共当局立即采取行动 将雷正复免职 立案调查 并开除党籍 雷正复在今年6月因受毁罪被判处13年刑期 据了解 人民监督网成立以来 揭露了中国各地众多的贪腐大案 因此被党籍处分 免职 撤职或送进监狱的腐败官员 包括十多名部级和厅局级高官 另有近百名处级和科级官员多人 可能中国官方认为我是港澳台记者 但是我在中国国内有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会耍流氓 他会告诉你 你是人民日报 中央电台 我也接受你采访 你拿我没招 那么我会依据宪法拿出我的公民事实证 和我的护照 我就告诉他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依据宪法就规定对你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不得拒绝 宾州大学大约有百名师生参加了这场 中国的维权诉讼 法律和政改研讨会 有学生向朱瑞峰提问 记者会不会被利用 成为贪官污吏 检除对手的助力 朱瑞峰回答 记者只是记录者 反而利用政治对手提供的线索 报道真相 在我们中国普通的人民群众和记者 不会知道这些线索 我们唯一或者的渠道 就是他的政府对手 他们才知道 他天天在干什么 犯了什么错误 干了什么腐败的事情 或者是他的情妇 他的家人 说说作为记者 我认为我们记者就是记录者 我们就是报道真相就OK了 我们不做宣传 朱瑞峰强调 作为中国的公民 依法对官员进行监督 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他们的报道绝对公正 因为全中国的人都在看着